精英蜜兔风波闹得飞飞扬扬 尼亚伦也被爆出性骚扰 引发外界哗然 不过曾与他同是飞轮海成员的汪东城人品 却意外成为热议话题 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 有网友提及了 汪东城年仅16岁时 爸爸就因病去世了 当时的他被迫半工半毒 帮忙贴不家用 出道后还需要偿还千万债务 不得不省吃俭用 疯狂打工才慢慢将债务还清 所有网友也列出了汪东城过去做过的善举 包括他曾到农村 探望因病回荣的粉丝 除了带许多食物给对方 考虑到女孩一家人住在农村 不方便到城市领钱 还特地领了许多现金给他们一家人 所有粉丝有将他的善举 分享到网上 但他立刻要求粉丝删掉贴文 因害怕有新人士 知道他家中有现金会去抢劫 我们纷纷留意言表示 汪东城真的是个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